在2024年福茂会议的各大主题展区里 智能产品向来是最火的人气王之一 尤其是风头正静的各色机器人 接下来我们就跟随记者的镜头去看一看 像我身边的这位是智脑人形机器人钢宝 您看它的外形可以说是非常的硬朗 它呢有一颗具有自主学习的大脑 而且您别看它的脚小 但是它走起来可以说是非常的稳健 目前钢宝呢是已经用在了电力巡检的工作中 除了钢宝呢像我身边的这个 是要做双臂复合机器人小瑞 它的形象呢就更加的可爱柔和 它呢有两台七轴的机械手 可以像人一样轻松的抓取各种物品 你能帮我们做什么呢 在家庭 酒店 生畅和医院 我们进行信息互动 还能在果园萌场采摘果子 希望未来我们进入家庭 帮助大家创造更好的生活品质 展会上展示了 人形机器人给人类生产生活 带来的各种可能性 而在现实生活中 以人形机器人为代表的智能产品 也开始逐步落地应用 帮助人们的生活提滞升级 在深圳的这家养老护理院 一批科技感满满的智能产品已经上岗 帮助这里的银发族享受更高品质的新潮养老生活 在养老院要想移动瘫痪腿脚不变的老人不是一件容易事儿 以往全部都是依靠人力 而现在机器人帮我们解决了这个问题 这是一台电动移味机 它能帮老人在床 轮椅和坐边器之间实现安全转移 减轻了护理人员的工作强度 大大提高了稳定性 目前全球人型机器人约38%的供应链企业都在中国 北京 上海 广东等地也都成立了巨山智能机器人创新中心 在硬件创新和大模型技术的双重助力下 我国的机器人产业蓬勃发展 智能机器人从炫技向服务加速转变 逐步进入百姓生活